董教师 堂下所归之人可是你的儿媳妇 大老爷是范夫的儿媳妇董孝氏 老太太 你儿媳妇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干嘛非说她死呀 大老爷 范夫真的没有撒谎 她真真确确的死了 把她装在棺材里抬出去埋了 大老爷要是不信 帝宝可以作证 帝宝 出具为证 可是犯罪哦 小人不敢说广话 董孝氏真的得了疾病死了 董孝氏确实死了 那眼前的女人你可认识 不会错的 她就是董家的儿媳董孝氏 你不会认错啊 错不了 她们结婚的时候还是我保的大媒呢 这么说她确实是董孝氏了 那她为什么会死去活来呢 你我判断是董孝氏根本就没死 而是她与婆婆合谋 上演了一场炸死的假戏 大老爷冤枉大老爷 反复干嘛要让儿媳炸死呢 吃饱饭撑糊涂了 董肇氏 本同盼一看你就不像是个善良安分之辈 肯定是利欲熏心 趁着儿子外出做生意不在家 撒谎说儿媳妇报病死了 抬出去埋了 然而却瞒着所有的人偷偷地把它挖出来 来给刘虹义换钱花换钱花换钱花 没错 公主真是当代女薄公啊 断绝一案是字字在里聚聚和情 而且是无懈可击 行了 你们一个是笨蛋全都是大笨蛋了 刘虹义穷光胆一个 哪来的钱买媳妇啊 再退一步说 他是买的 干嘛还要藏在水洞里呢 对啊 说不定是先奸后驾 也说不定是一马双胯 你们看啊 看这个董道士 他虽然是半老徐娘 但是风云犹在啊 官爷 你可别红嘴白鸭遭见人 反复可是清清白白 受挂二十年 可从来没让人家说一个不字啊 对啊 金寨大老爷 你要保护我娘的名誉 不受到损害 金寨大老爷 哼 谁在胡言乱语 再说话的 我认识你们 大阪子不认识你们 怎么着 嘴巴痒了给我打两下 掌嘴 掌嘴啊 快点 我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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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臭小子 老爹不是替你着急吧 好赖不知啊 你问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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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玉宝 你可确认 这个就是你媳妇 回大人 她的的确确是我老婆 哎哎哎哎 姐姐姐姐 董香氏 本钦差爱想知道你是如何死去 然后又是如何转活回来 给我详详细细解释清楚 不得撒谎 那天是婆婆的生日 婆婆想吃鸡 小女子就买了一只老母鸡杀了主上 一直煮到天黑 小女子从锅里起出一块鸡肉 想尝尝熟没熟 没想到婆婆正好叫我有事 小女子怕婆婆笑我嘴馋 所以就急忙咽下 哪知道鸡骨头卡住了喉咙 憋得我昏死过去了 啊跟我一样 哎呦我的天哪 原来你是被鸡骨头给卡死的呀 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问题 才急匆匆的把你抬出去埋了 呦 怎么鸡骨头也会卡死人的呀 是啊 老太太 鸡骨头真的能卡死人 对啊 昨天晚上这个臭小子 嗯 就被鸡骨头差点卡死 这得是 如果不是小和尚会是一山倒海的大法 帮我吸出卡在喉咙里的鸡骨头 我还就真不能帮你们犯案平凡救你的儿媳妇了 哎呦 你们呀吃鸡就是不知道戏娇慢咽的 嗯 我是被这个疯丫头给闹的 你儿媳妇呢是怕你妈她偷吃 哦 哎 不说是你自个儿嘴急要犯落下的坏毛病 喂 喂喂喂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别讲题外话了 董萧氏啊 你快快讲起起此复生的过程 小女子也不清楚卡在喉咙里的鸡骨头 什么时候咽下去了 等我一醒来四周一片漆黑 我一摸头顶脚底上下左右全是木板 小女子就大喊救命 过了一会儿就有一个人把棺材盖给掀开了 哎 那个人啊就是刘虎 不是她 还会是哪个畜生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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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远招 什么都说 你先别说 先听本秦禅说一遍 你看看是与不是 你刘虹义 犯罪的一开始 就是要骗取王亦然的信任 答应合伙出银俩做生意 然后你等在半路 偷袭杀死王亦然 掩藏好尸体和银两号 便立马去王家 假装找王依然 摘除自己的嫌疑 把王李氏蒙混住 王大嫂 王大嫂 谁呀 你家王大哥回来了吗 没有啊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各位大哥 各位大哥 看没看见王依然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看到 这位大哥 看见王依然了吗 看到王依然了吗 之后他用银子买了木牌 宰了王依然的尸体 连夜瞬息而下 到了欢喜岭时 天已经快亮了 他害怕别人发现尸体 就停下牌 把他的尸体搬上岸了 准备找地方埋了 这是 恰好赶上董萧氏家座 埋进墙门 哼 当时是土质松乱 刘洪义就抛开坟墓 要把王依然的尸体埋进去 这时 董萧氏苏醒了 喊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刘洪义 就大着胆子 把棺材盖掀开了 哼 哼 刘洪义我说的对吗 侵察大人 您太神了 就向你亲手做办 对啊 喂 这是混蛋哪 有你这样奉上人的吗 就是嘛 请恕小人口拙 大老爷 小人杀人偿命 砍头不冤 只有一件事不明 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你说吧 什么事儿 我可以帮你解释啊 大老爷 你怎么知道 我是用木牌运的尸体啊 是啊 臭小子 你也没去新立城查访啊 你怎么知道是用木牌运的尸 喂 你凭什么说风就是语乱开恩啊 哼 不凭什么 就凭本钦差聪明透顶的大脑 善于分析推理 讨夕水浅浪急 行传难 放木牌易 这是根据一 还有根据二 在刘洪义家发现的石盒比较特出 本钦差又恰好知道 这种石盒生产在木牌散集地 这证明刘洪义最近去过那里 顺便买了回来 有了这两个根据 本钦差就能断定 刘洪义是用木牌运的尸体 嘿 这天下的巧事怎么全让你碰上了 我怎么就没遇上异见呢 原因很简单 你是笨蛋 我是神童 吐蝶放屁 你神气什么呀 下面的事你要能说出一二三来 那你猜他神呢 嗯 那下面的事呢 就由本通判戴钦差遗书 当刘洪义扒开棺材 见到萧芳年轻美貌 顿其歹心 未必萧芳跟他走 萧芳看见地上放着王依然的尸体 非常害怕 只得甲义应允准备司机逃脱 刘洪义将王依然放进棺材重新埋好 而后胁迫萧芳去了欢喜令水洞 将萧芳藏进内洞 嗯 这个水洞里全是水 刘洪义怎么会知道会有内洞呢 嗯 这个 这个 老爹 你喘口气 我替你说 谢谢 没事 好啊 陈文杰要说话了啊 哎 我们大家 席耳 公听 哼 今年 陶西县降的量多 水洞才是满的 如果天旱的话 水落下去 就很有可能发现内洞了 水洞里有内洞 全村就我一个人知道 大人要不是地理仙 陶氏眼 你如何知道 哈 这个大人就是我的功劳了 我把臭小子推进水里 还留着把他寄到内洞去了 你差点咽我半死 去去去去去 哼 哼 哼 天网恢恢 数而不漏 犯罪分子 宗享侥幸 到头来 巫捕败露 刘翁 你用王毅然的尸体 假冒你妹妹 刘洪霞的尸体 刺激 又讹诈你妹夫 这件事儿 还用本钦柴说吗 小民无赖横行半辈子 今天栽在一个十岁孩子手里 说冤不冤 你真是太神了 你就替小民都说了吧 给外面那些人敲个警钟 别作恶 作恶必被捉 人知将死 其言也善哪 对啊 人就是这样 死到临头才明白 你像那个狗之蟹引三江 他就是明帝里 拿着朝廷的奉务 暗地里 却干着拐卖本县人口的勾当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他明知道刘洪义 是诬告妹夫周老三 却还让刘洪义 拿出尸体来结案 刘洪义就只好把 刚埋下的那个 王毅然的尸体给挖出来 去报官检验 就这样 你们董家的坟空了 那个王毅然的半家的假辫子 落下来成了至关重要的破案线索 够官隐三江真是丧尽天亮 将错就错断成冤狱 以杀七岁判了周老三的斩立决 至于后来本钦差把刘洪霞救出来 真相大白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不必多说了 天下先有贪官酷吏 后才有冤假错案 是啊 如果当官的都像十岁大钦差这样 老百姓就有福了 臭小子 你可真是天下第一大清官 风丫头 好像我认识你以来 就这句话还说得不错哦 别得意忘形 宣判吧 下面听本钦差宣判 三件儿子完全告破 刘洪义犯有杀人罪 毁尸罪 诬告讹诈罪 强占妇女罪 罪恶滔天 本钦差判其临时处死 上报刑部 秋后执行 嗯 最有应得呀 董月宝和其母董赵氏 无罪开示 卓将董萧氏带回家中 不得虐待嫌弃 谢谢卿天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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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家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卿天大老爷 卿天大老爷 你为名副当家的报仇雪恨 名副给你刻一百个笑 不要不要 卿名做主 值得所在嘛 你也赶快回新历城去吧 啊 好了 你看看这个小钦差 真是小人办大事的 我皇子呀 要是能像小神童 这么聪明灵力 该多好 这承文杰啊 还真是挺神的 比他们这家 不准大人的强度 我也要当官 审案子 多坏人 好 好 你想当官 你爹是皇上吗 啊 快走 谁 谁 谁暗算我 啊 有人暗算我们 我们这么好的人 怎么老有人暗算我们呢 此地不宜久留 走走走走 各位请 各位请 好好好 今天呢是我蔡家墓 个人掏腰包 先是位小陈大人 再是位老陈大人 请恭大 好好好 来来小陈大人坐啊 蔡大人 你不花贡款 而个人掏腰包 租一件诚心诚意 咱们要是不吃不喝 不给面子 有点说不过去吧 好 老爹 你坐这儿 好 小陈大人呢 他应该做主客席 不 你不是个人掏腰包吗 咱们就论私不论宫 论私 他是我老爹 所以他应该做主客席 臭小子 公私分明 最讲孝道 真不枉老爹疼你养你啊 失礼了 失礼了 大家都看见了 不思思笑 看为世人表率 小陈大人请坐 快 请 这个 那 双爵们掌门人天爵臣女侠 乃是我哥哥心愿的师父 也是我的好姐姐 你应坐在我老爹的下手 好 好 臭小子 搞出了辈分啊 你 你 你不能这么乱叫的 街坊辈儿 各叫各的随便叫 没错 管丈母娘叫大嫂 怎么热闹怎么好 小陈大人 你请这边坐 慢 齐文 你挨着你师父坐 我挨着你坐 小师父不吃婚 本府令设了一席 你不要操心了 你坐坐坐 你们 菜大人 我打个字迷 让你猜猜小盒上吃什么 好不好 千人一只口 小人只半口 一人一只口 两人半只口 猜吧 你说你一口一口想吃人呢 你看我们这 连你也算一个 猜不着 以后别一口一口吓扰人 乱忘了 不 菜大人快点猜啊 公主还等着入席呢 本府猜不出来 本府自己掏腰包 你真惹麻烦了 这么简单都猜不着 告诉你们吧 一个签加个人 再加个口 乃是一个盒子 一个小字 再加半只口 再加一个口 乃是一个沙字 嗯 一个乙字 再加一个人 再加个口 是赤字 两个人 加半个口字 是肉字 连起来就是和尚吃肉 父爷 可真是绣花枕头 一包草 哈 你们两个大草包 哈哈哈哈哈哈 和尚吃肉啊 呵呵呵 这个和尚吃肉 好啊 和尚要吃肉 本府就省钱 不用另备肃血了 阿弥陀佛 别人休口不休心 小和尚修心不修口 齿肉的假和尚 哎 心远吃肉 可是皇上特批的 你骂小和尚 就是无君无腹 大不敬啊 啊 啊 端秦王府啊 下官常去拜访 公主御旨 将您毕地 不胜荣幸之志 公主请入席 公主啊 您该做父母客席 怎么坐这儿了 对对对对 公主 你应该坐那边公主 啊 我就乐意坐这儿 怎么着吧 哈哈 啊 父爷 你坐吧 嘿嘿 父太 我怎么能坐在公主的上手呢 哎 哎 这公主是端秦王的女儿 二等和尚公主吧 哎 哎 封神殷德 你再怎么说也是大内侍卫二等下啊 你 跟蔡大人一样的四品瓜 何硕在蛮语中可是脚或桌子的一个脚的意思 他有一脚之地坐着已经很不错了 何必跟一个脚客气呢 嗯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小臣大人那是人小聪明还懂蛮语 嗯 公主不是桌子的个脚 是病身的脚啊 呃 呃 还是你做公主的上手 我不愿换地儿 十万两个不是假的吧 英装剑票集队 收起 收起 瞧着 挨着老爹坐去 欣元 过去 是 公公 坐上两个座位了 你随便坐 随便坐 下官 作为东道主 最近这段时间忙于公事 一直无暇照顾诸位 所行的是小臣大人目光如炬 动幽之威 顺藤摸瓜 剥剪抽丝 抓住葫芦扯起瓢 把三件无头案子一起并案给破了 史无前例 分工为绩 喝酒就喝酒吧 你说那么多客套话有什么用啊 臭小子宣宾夺主啊 见到九九不要命了吗 没错 酒就是我的命 不让我喝酒就是要我的命 早听说小臣大人是海量 一杯博酒不成敬意 都干了 我是酒魔 千杯不醉 万杯都畅饮 我看你是超级纯牛大魔王 你看看啊 别说白酒就是凉水都能把它给淹死 小孩子嘛 父爷 敢不敢打赌 赌什么 都说和中堂家很穷 你们家才穷呢 穷得就剩钱了 咱们就赌钱 我要是喝够了一万杯 你就得给我十万两白银 一杯酒十两银子 值得吧 那你要是输了怎么办啊 我输了还有怎么办 早让酒给灌死了 好 开始吧 不行啊 臭小子不行的 不要乱来 酒量再大也不能这么喝呀 养钱不要命啊 臭小子 你缺钱啊 小和尚给你画圆去 你画一辈子圆 比划不来十万两银子 这笔钱我记着用 等不及了 你们谁也别劝我 上酒 来 快上酒啊 来了来了 你们哪知道 我早就安排好了 我喝的都是水 喂 贵爹 能喝酒的咱家见过不少 像小陈大人这种酒量 确实是少见 你不要这样吧 你认输吧 既然文敬帐我输呢 那我就认输好了 不就十万两银子嘛 你都晕了 别再喝了啊 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 不要再喝了 不要喝了啊 好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喂 臭小子 你怎么了 臭小子 等会儿 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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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数 不算数 不算数啊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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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不要喝 你喝成这个样子啊 不算了 我是舅墨 这边就是闲庄吗 就在前面 温爹 这就是闲庄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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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差大人光临碧光三生有幸 里边请 好好好 请啊 请请请 快起茶 钦差大人来了 钦差大人 钦差大人 给我签个名吧 这是人耙出名 猪耙壮 本钦差到哪儿都有追星族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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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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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干活儿去啊 你们又不是少男少女 大老爷们儿了 还这么疯狂 大人 里边请 不用不用啊 展柜的不用张了 我们办一点事情就走啊 大人有事尽管吩咐 小的全礼已付 来 副爷 过来 好 公主 认识一下 财神副爷 副爷要存钱哪 对 二十万两 我昨天不是把钱都给你了吗 还找我要 对不起 我当穷人当惯了 忘了银票在我这儿 给 看看看看 看够了没有 还就是假的 山西钱庄开的 全国通队 正版 那是那是 副爷说笑了 秦台大人怎么能使假银票来刑刹呢 小人这就吩咐伙计 给您过银子 不用了 不要献银哪 这张银票就放在你的钱庄 陶西县西堂负责提银子 用作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下官请现场请多关账 二位给我听仔细了 可得专款专用 把账都给我记清楚了 谁要想建材起义 己战挪勇 贪污寝寝 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这个是臭小子豁出肝肾品味和尿道 喝了十几滩老酒赌营做救命钱用的 你们谁敢昧着良心贪战一闻 我就杀你全家免你九族 你们最好相信他的话 不然货及九族 殃及全家 我可管不着 是是是 小的不敢 小的一定记住 赫山啊 爷 小乌山名不虚传 不提示对对的引用一番 岂不辜负了天功造物锦绣和山哪 是是是是 爷有一幅上联 好 乌山得四 乌山好 你来对下联 爱爷出语惊人 又归负神功之高绝 乌山和乌山因同亦不同 奴才勉强凑上一句下联 不慎工整叫做 和叶能如和叶圆 和叶能如和叶圆 好 这两词是因同亦不同 堪称天衣无缝的绝对啊 皇神 真是难为你了 要是爱爷上联出得好啊 大气蓬磨浑然天成 不适雕琢一字难易 引领提示奴才对出下句 奴才打算雇佣工匠 在此磨牙提课 为绚丽多彩的小乌山 多增一处人文景观 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河山壮美秀丽如画呀 没有这赞扬文字 真是一大缺憾哪 这缺憾让爱爷给补上了 从今而后过往的文人 莫可光幻行商 都要一睹爱爷的传世绝句 何其幸灾 二位先生 请恕小女子冒昧地批评一句 青莲师子 你先宗不定何时到此啊 先生 您认错人了吧 对不起对不起 实在是你和我的一个朋友 长得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岁数有些差异 简直就是一个人 不敢动问贵姓 小女子董萧氏 随夫婿到杭州做茶叶生意 顺便到此烧香拜佛 本不该妄加评论 哦 没关系没关系 文艺批评 可以促进文化事业繁荣 好事情吧 不论尊夫人有什么意见 请直言不讳 不吝赐教啊 小女子读过几天书 不敢妄为人师 只是觉得把夏莲改为 河水能如河水清 似乎更好一些 盼盼弄福实在可笑 你才是班门弄福 是 河水与河水 也是因同义不同 以水对山 就更加工整 气魄就更加大 我教陈文杰和新远读书时 就说过 做对子一定要气魄大 气魄大才能做大事 先生可是 石犬小神童陈大人 和新远小师父的老师 不敢不敢 不才铁为兮兮 是陈家雇佣办了几天教馆 谢谢先生 教出两个神童 两个好学生 为山河撞色 替百姓造福 听你这么说 可是受过他们俩的恩惠 救命大恩惠集全家 如果不介意 不妨说来听听啊 说来话长 那我们就不说了啊 走走走走啊 皇上 放心 这件事包在奴才身上 保证把他们的落脚 出给您老人家 打听的一行二主 董萧是长得太像青莲十尊了 他更像十年前的陈青莲哪 好 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我还以为殿小二 没把信烧到呢 文婧 我 你还没完没了了 快说 分别在即 青少楼小坐平坑 我没那么多功夫 你不说事 告辞 这事不大好在 大丁广众之下说 被人没好事 好事不被人 前几天 你不是在大丁公主的事吗 上楼告诉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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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还有这个 来 多吃 多吃 一定要多吃一点 你看看这个 还有呢 穷香辟长做不出什么好菜 让臣女侠受委屈了 你将就用点 你不用忙活了 我在减肥瘦身呢 减肥 文婧 你有天使般的面貌 魔鬼般的身材 你是增益分则多 你简直完美的无可挑剔啊 我不求完美 求缺行不行 那你是另类 跟我一种前卫的骨感 心词还不少啊 行了 别嫌扯了 我们边吃边说好不好 不好 石公主 到底是不是端亲王府家的公主 看来你对皇室 和八七贵族的分封不甚明白 只有皇上所生的女儿 叫做公主 亲王所生的女儿叫做郡主 嫡福晋与亲王所生的女儿叫郡主 又通称和朔格格 当然侧福晋 侧福晋就是俗话说的小老婆 她与亲王所生的女儿叫做李仪格格 又低了一倍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的 如果说亲王得宠 那么她的女儿也可以被破格提为和朔格格 你卖弄够了没有 快说公主到底是什么人 临别之际我才敢告诉你 你千万别给我宣扬出去 公主本是汪妃所生 按照典制应该封为二等和朔公主 因为乾隆六十五岁 喜得这个女儿甚为老怀 异常宠爱 所以破格封为和孝顾伦公主 受亲王待遇 所以在宫中 我们一般称她为石公主 怪不得你见了她 就像老鼠见了梦 一语中递 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缺了什么德 让皇上看中 自明止昏 成了石公主的群下之臣 怪不得他们都叫你傅爷 原来你不姓傅是驸马 文静 我是俄傅 就是汉语中驸马的意思 我早该猜到 都太监徐安 何以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俯首听命 你带着大内腰牌 一身富贵景象 又何以对她低三下四 数眉数眼 陈文杰 欣远他们都知道 那种底细 就瞒着我一个人 文静 你就不要再提那个陈文杰 和欣远了 你知道吗 他们俩是那个相思局 让石公主假扮你 把我引进你的房间 恒加羞辱 有这种事啊 文静 都怪我太爱你了 我爱得五迷三道 我才上了他们的圈套 驸马爷请自重 我陈文静一个平民女子 岂敢于皇帝的女儿争锋 你爱我 就像老鼠爱大米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数头数脑 干些打动偷嘴的老鼠勾当 毁了身家性命不值得 严禁于此 告辞 文静 别走啊 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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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你这一口东西还没吃呢 你再待会儿 不必了 留着父爷您自己慢慢享用 不不不 小儿 来了 爷有事 去给爷叫两个最红的姑娘来 爷您瞧好了 小儿这就给您去找 帮我爷满意 原来石公主 是乾隆狗贼的亲女儿 这次是我的大好机会 我要想办法 引陈文静到杭州 就会有机会暗杀乾隆 快点快点了 快点了 快点收拾了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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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啊 水果不用打包的 水果拿着吃就可以了 拿去拿去啊 有人 字一盆 来 新年小心点啊 陆爹 这是小镖 放镖的人势有非敌 徐连不曾东来 贤父子尽可北上寻找 青莲门和光堂堂主郭启燕遵守 可能是有人使缓兵之计呀 有意误导我们呢 怎么样 怎么样 小汉啊 追到没有 小后尚没追 为什么 来人是个女的 她呢 清宫超凡 是青莲门下 老弟 我看是真的 是啊 是啊 有道理 徐连罪无可恕 青莲门绝对不会放过她 所以为咱们通风报信 是有真无假呀 对呀 再说冲着我娘是已故的掌门人 他们也不好意思骗你我 对不对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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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你再从也想不到 我就在你身边 更想不到 我会假冒郭启燕 这都是你萤火自焚 怪不得我 爹 娘 你们一定要保佑女儿 一切顺利 早日杀掉乾隆这个狗贼 为你们报仇雪恨 宝臣大人 小臣大人 秦远小师父 前途保重 恕不远送 徐姑姑请留步 好好 请留步 走 秦远 师父 你要走 师父 你要走 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小和尚在师父房间里 给师父留了一封信 文杰也不想和姐姐在一起了吗 想想想想 是他想啊 姐姐 我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 我这次去抓捕西连 任重道远 我怕你这个不相干的人 跟着受苦受累 所以我不想你蹚这趟浑水 从你叫我姐姐的第一声起 我们的命就连在一起了 多余的不说了 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出来 老爹 臭小子 小和尚 我跟你们一起走 快拉倒吧 你疯丫头 你别跟着祸害人了 主子 咱不能跟他们走 俄父爷外出至今未归 不知去了哪里得留在客栈等 要等你等 主子不是说定了吗 破了三箭无头案 玩开心了 就跟奴才回到杭州去见皇上 怎么又变卦了 计划没有变化快啊 臭小子又把我惹得不高兴了 我要跟他斗到底 看到底是谁聪明天下第一 谁先找到徐莲 找到乾坤山 主子 徐莲身怀决意 您还是不要去惹他的好 哼 我就不信邪 就算他是青面獠牙的母夜叉 我也照样砍他的头 拔他的牙 武功天下第二的侍公主 还打不过她吗 痴人说梦 你不服 你和徐莲是同党 我跟徐莲是不是同党 不能单凭你讲 反正我不是自大狂 我是自大狂 小和尚武功第一我第二 都上了五名排行榜了 诶 闹着玩吧 谁跟你玩啊 谁排的榜啊 有权威性吗 我 绝对权威 你 狗屁 他要是天下第一 那他的师父 我的姐姐 绝天绝地的双军们掌门人 陈库侠 往哪摆啊 乱说话 终于把他气走了 我们可以安心地上路了 上路上路 快走快走快走 别生气 别生气 还是孩子吧 哎呀老爹 你干嘛拦他 他现在就是瘟神 快走 我问你 臭小子 嘿嘿嘿 哎 傅丫头 你在这干嘛啊 为什么不走啊 你看 大老爷 你不能走啊 大老爷 你不能走啊 各位各位各位 各位 各位 你们这是留我吗 放眼天下 除了您成了上 今天大老爷 哪个狗官还配啊 哎呀 嘿嘿嘿 老哥啊 千万不要这样讲啊 大清朝君臣一致 宫中体国 好官比比皆是 数不胜数啊 哦 起码我就是第二个呀 嘿嘿嘿 没看出来 嘿嘿嘿 有其子必有其父嘛 嗯 老爹老爹 这种歌功颂德的事 你不好出头 有作秀之嫌 嘿嘿嘿嘿 我只不过是沧海一滴水 泰山一粒土 大家就别跪相送行了 都起来吧 亲爱大老爷 我们不是来送行的 那干嘛给臭小子下跪上乡啊 就是啊 冯丫头 你再叫钦柴大人 臭小子 我们就把你 剁碎了喂狗 喂狗 嘿嘿嘿嘿 那你们场面如此隆重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大伙求你留下 是为了被拐卖的亲人 那我不是已经留下了二十万两银子 作为解救经费 拜托秦县城 让他们加速办理了吗 秦差大老爷 你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 忠君爱民连接奉公啊 哎呀各位各位 请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我和小儿是奉旨钗 要缉拿朝廷重犯徐连 限期破案 哎呀所以不能长久逗留 黄命难违啊 民意更不可违 圣人云民为重军为轻 社稷次之 哎呀温静啊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吵了 咱们不是要去杭州抓不齐连吗 嗯 九楼草打兔子顺道救人吧 哎 秦差大人为民作主啊 秦差大人 各位各位 老爹 陶西县的兄弟姐妹 贵乡挽留你我 你我怎能为保住脑袋而做事不管 反正人早晚也是要死的 我觉得为老百姓赴汤蹈火 伸手易处 比死在床上伟大光荣 更有价值 哎 我 大家放心 我一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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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截得贪官引三江的赃物 可曾发给贫困大众 请掌门人查看明细账册 所有发放情况 全部记录在册 赃款一分不少 全部都发放给了灾民 可有徐莲的消息 一点也没有 此人自从走进武林第一庄 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是否出庄不得而知 寻宝的各路人马 撒开大网都在找 却毫无音讯 泥牛入海 毫无痕迹啊 文杰的情况怎么样啊 陈文杰好像一点都不紧张 巡查徐莲的事情 看来他不找回那些 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事不罢休啊 这小子就是有一股子倔劲 我真担心 他在刑事中的安全 启业 你一定要派人暗中保护他 说到底 这小子还是为民请命呢 属下遵命 老陈大人小陈大人 乡情不如巧遇 本府呢 正要回转东山 听说诸位也准备北上杭州 恰好顺路 咱们携手同行吧 本府的座船还算得上是宽敞舒适 厂面话怎么说的 恭敬不如丛领 我们也就不挑截了 你生你俩银子打酒喝去 臭小子 蔡大人的船到东山码头就停了 中途还得换船多麻烦呀 不如坐我们的包船走 给个大便宜让一转 不 占小便宜吃大亏 我跟着你天天倒霉 我好新闻的驴肝肺 座船怎么就倒霉了 现在就开始倒霉了 老陈大人请上船吧 蔡大人的盛情与父子心领了 宫主舍得不无道理 换来换去的不方便 本府在东山上岸 座船就顺风顺水 把诸位送到杭州 蔡大人深情厚爱 下官和小儿如何敢当啊 我说 人家蔡大人一番好意 咱们就不便拒绝了 对不对 反正也是官传 不做白不做 做了也白做 白做谁不做 老爹 库姐姐 小合掌 我们走吧 你臭小子 库姐姐是谁啊 大人是说我啦 天下美女我最酷 你酷吗 我叫陈库侠库姐姐了 我酷吗 可必了 就她酷 难道我就不酷吗 你也酷 你也酷 我哪儿酷 你仓库 救命啊 救命啊 老陈大人 那儿停 好 救命啊 好 救命啊 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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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开船 我们就跟上 时间就跟上 好 钦差小大人 咱们又见面了 你怎么也在这条船上 微笑就常常在眼前浮现 让你的礼朝插揉不停 思念总让心儿起疯 却又忽略身边真情 别说年少懵懂无知 不知把礼朝说给谁听 说给谁听 你的心能不能明白 爱能否让真情长流 能不能感受我无声的爱 这份爱把你一生不在 思念总让心儿起疯 别说年少懵懂无知 只想把心愿说给你听 把心愿说给你听 你听 你听 优优独播剧场——